哎呀 结婚 邻居们 都下班了哈 哎呀 你这干啥呢 你在这儿 你下班不赶紧回家 昨天晚回去了 是你媳妇是不是削你了 还在这儿看呢 还拿手机拍呢 你还在这儿你 赶紧回家 别跟我学啊 你跟我比不了 我在我们家 我一言九鼎 我说了断 我媳妇什么都听我的 我想什么时候回去 就什么时候回去 怎么的 妈呀 到点了 我得赶紧回去了 哎呀 我回来了 哎呀 这一天忙的太累了 哎呀 哎呀 我的天 哎呀 哎呦 腰酸沸腾的 是否回来了 爸我回来了 爸你坐 哎呀 你坐你坐你坐 哎呀 这个顺风啊 哎 有个事我想跟你说说 啊你说你说吧 借我五千块钱呗 爸呀 你管别人借钱能是这个态度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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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啊再说一遍 借我五千块钱呗 来爸你站起来来 来来来 我问问你 妈是不是现在管你管的也太严了 嗯 兜里是不是一分钱都没了 你咋比了 抗争了 哈哈哈 反抗啊 来来来 爸你看 你看让金黄林君们看看 咱俩往这一站 你是块头子比我大撒 有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 你看 金黄林君们都了解我 你别看我个小 脚趾头缝里都是男子汉的气概 行了 好好琢磨琢磨 你别整得没用的 你借不借不钱 你咋就忘不了这个事呢 你借钱干啥呀 二狗子 二狗子咋了 不在那小区没说开水果超市吗 上货没钱了 等咱倒个短三两天就还 这二狗子开个水果超市 怎么老借钱呢 要不他生意能那么好吗 这倒是 不过人家二狗子讲诚信 人家有借有还 对 行行行行 我信给你 爸 你可千万记住了啊 这是我的小金库 千万别说 别说金库 爸你站好了 咋的了这是 闭嘴 把手放下 小金库 男人必须得有 知道吗 有的时候 老婆高兴了 他能给你 老婆不高兴 他是啥都不给你 爸现在跟妈要点钱是真难啊 哎呀来给我吧 我放哪儿 你啥时候站在我身后的 哈哈 就你给我爸研究金库的时候 哈哈 爸你做 媳妇你做 哈哈哎呀媳妇 那个是这不研究金库呢吗 嗯 我这公司啊是越做越大 钱越挣越多 咱们公司那几个保险柜啊 都装不下了 我不上门啊 我就想买个金库 买个金库呢 这不差五千块钱 给爸借五千块钱 哈哈哈哈 你俩那么难说 啊 我天天看着保险柜 我不知道啊 你那保险柜 啥时候装办过呀 是我把钱哪来的 啊 这五千块钱是我借爸的 哈哈哈哈 对 顺芬借我的 哼 到底谁借谁的 你看东北话还听不懂了 我 借爸的 您在借爸 是你借给我爸的 还是我爸借给你的 哎 不是你这孩子吗 这你爸借点钱 这事还得你批准吗 哈哈 你看你要用钱的话 你跟我说 我直接就给您拿了 关键是我跟顺芬有约定的 他要往外边借钱的 必须得告诉我 没往外借 是是 爸借给我的 这这我我我借给他的 钱我的 啊哈哈 啊 那你借钱干啥呀 买金库 啊 买金库你也不信呢 爸呀 那我我干啥呀 借钱呢 那买金库他要不信 你就说点别的 我咋知道啊 二狗子吗 不是啊 对对对 二狗子吗 那个什么 嗯 二狗子 超事 上货 这不是那个就是没有钱了吗 就来找叔叔方借钱 赶着叔叔方没有 反正还有我有这五千块钱 对 然后我就拿这给他了 我借他了 妈妈 哎呀 那这钱是你的呗吧 对我的 行 妈 妈妈 二狗子 妈妈 二狗子 二狗子 妈妈 二狗子 不你这孩子这毛病得赶 有点事就喊你妈 你妈好使啊 这啥就是 我告诉你今天 说陈师傅 咱俩就打个样 哎 你不说男子汉气概吗 啊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你爸我也是个男子汉 看看 这钱我不借了 还你吧 芳芳 站起来 显示你的男子汉气概 不是 你让我站起来就站起来呀 我现在腿有点软 我歇会不行啊 他你那死出呗 我刚才出来的时候 这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呢 不就是要接二狗子钱吗 跟我说就完了呗 你至于防着我吗 金国英雄 哎呀 太明白道理了 这我媳妇 爸呀 哎 来吧 快点这 借给二狗子啊 真的 你看见没有 这就是我媳妇 这叫男子汉气概 我看你这个男子汉 有点可概 气概的 行吧 一会我给他送去